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继续学习第八节看图说故事 继续介绍呢,Java的页面组件 本次课呢,我们要学习的组件叫做J-Splitter-Panner组件 J-Splitter-Panner呢,因为你看它有Panner结尾 说明呢,它也是一个容器面板组件 只不过呢,这个容器组件呢,叫做分割面板 它是可以一次性把两个组件显示在一个分割面板之中 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API的描述 打开API,J-Splitter-Panner是在哪个包里面的呢 它是在Java.Swing,JavaX.Swing包之下 这个呢,J-Splitter-Panner呢,它只能用于分割两个页面组件 比方说两个按钮啊,或者是两个J-Panner对象啊 或者是两个文本框对象,或者两个文本对象等等 或者是一个文本对象,一个面板,或者等等 其他的都可以 这两个界面组件呢,是图形化分割的 它有一个分割条 分割条呢,可以是水平分割 也可以是上下分割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用代码来演示一下 这个J-Splitter-Panner的用法 我这里已经写好了一个半成品的代码 是J-Splitter-Panner-Test类 继承了J-Frame窗口对象 实现了ActionListener 好,我这里声明了三个J-Panner对象 P,P和P2 一个按钮对象B和一个分割面板SP 同时给了一个初始值 一个Int类型的OR1变量为0 接下来呢,我在这个构造方法中 初始化三个J-Panner对象 和一个按钮对象 好,接下来我唯一还没有初始化的 就是J-Splitter-Panner 好,我先设置一下 P的背景颜色是Green P的背景颜色是 Red OK,SP等于NewJ-Splitter-Panner 好,构造方法用的是哪一个呢? 构造方法用的是 它这里有1,2,3,4,5 我们就用 这个吧,最后一个构造方法 创建一个具有指定方向和不连续从会的指定组件的一个新的J-Splitter-Panner对象 好,它的三个参数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分割线的位置是水平分割还是垂直分割 接下来后面两个参数都是我要放的是哪两个组件 所以呢,三个参数,两个逗号隔开 P1和P2放在第二和第三 那第一个呢,我们用的是J-Splitter-Panner-Horizontal-Splitter 就是说,它是水平分割 而且这个分割面板是放了P1和P2两个面板组件的 接下来我要把面板组件 要把这个按钮添加到这个J-Panner-P之上 好,接下来我要把SP和P都放到J-Frame对象之上 J-Frame呢,我们之前介绍过J-Frame是默认布局 是边界布局 所以,我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第一,Center,把SP放在中间 然后呢,放了按钮的面板P放到南边 好的 运行看一下 哎,出来的效果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一个分割面板 左边和右边 左边呢,放的是绿色的背景的J-Panner对象 右边放的是红色背景的J-Panner对象 那么下面呢,是有一个按钮的J-Panner对象 好,记住J-Splitter-Panner只能放两个组件 至于这两个组件呢,是容器类组件呢,还是普通的界面组件 那是随便哈 当然我放容器组件会比较有优势 因为容器组件上还可以再放其他的组件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呢,就是水平分割 同理,如果我这里不是写的Horizontal写的是Vertical Split 看一下效果呢 哦,它变成了垂直分割 好,垂直分割 当然现在我重新恢复一下 我这个改变按钮哈,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点击它 我就可以改变这个分割面板的这个分割方向是垂直还是水平 现在我注册监听这个按钮必注册给了我自己 因为我实现了Action Listen呢 好,这里已经有一个方法了 接下来,如果是0的话 因为我初始化是0 而初始的这个分割是水平 那我可以通过SP.SataAration方法改变 这个分割面板的分割方向是垂直还是水平哈 假设现在如果是0的话呢 我就把它改成垂直 接下来O2E等于1 好,A24 SP.SataAration方法 接SplitterPanel.HorizontalSplitter 接下来O2E又回来哈 重新复制给0 好,我们这个按钮的事件已经添加上去了 可以点击一下看一下 诶,当我点击一下 它变成了垂直 再点击一下又会变成水平 这个呢就是分割面板 当然分割面板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 好,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些方法 比方说有个SataOneTouchExpandable 就是提供一个UI小部件来快速展开和折叠分割条 参数是TureForce 好,设置一下 SP.SataOneTouchExpandable 看一下什么效果 诶,它多了两个按钮 一个是向左的这样一个按钮 一个是向右的一个按钮 点击一下 哦,我左边这个全部充满了 再回来 好,又恢复了 再点击一下 右边这个面板又充满了整个空间 好,这就是SataOneTouchExpandable 这个方法是用来设置 设置SplitterPanner 这样一个有没有自动扩展和收缩的一个按钮条 当然除此之外 JSplitterPanner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法 同学们都可以下来再看一下和试验一下 看看是什么效果 这个的话 就是JSplitterPanner的一个大概的介绍 我们本次课也到此结束 下一次课我们会继续介绍 加瓦的其他页面组件 我们下次课再见